香港特首候选人李家超 日前和选委及各界代表出席了见面会 台上他意有所指地表示自己当警察的原因 当你是路不敢言那种无助的感觉 香港特首选举8号举行 唯一参选的准特首李家超 港警出身 担任保安局局长旗舰 铁腕处理的反送中 升任香港政务司司长 如今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下 李家超成的北京属意人选 全香港社会更需要上下同欲 要减少空转来后 要有大局思想 要处理好小鹅和大鹅关系的意识 这场见面会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黄有佳 前香港警务处处处长邓靖成 以及和李家超相似25年的少数主义代表 竞选办法今场活动有超过1400人出席 基于防疫要求座位要分开每四人一组 而出席的人都可以拿到这份李家超的政綱 五官治港引发了香港自由地位不保的疑虑 香港四月份的失业率5% 利益聚集在一小撮人的手上 贫富不均的经济困境 以及反送中后被撕裂的团结 考验这位新特首的治港能力 TVBS新闻肖映强 陈向如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